吃饱饭休息了一个小时 带孩子们下来玩 他们在玩躲猫猫 标哥拿着篮球 来扔给我吧 运动一下 小孩子有小孩子他们的玩法 不过姐姐这边的小区还是很舒服的 三个小朋友逛来逛去 玩得也开心 泡泡已经回家了 上去了 我和佩琪 以前还有标哥 现在就回家了 今天度过忙碌的一天了 订购的箱子已经到了 订了三包 快递元素没有那么快送货 所以我们就过来提了自提 三包是吗 总共三大包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秋 刚刚我们把孩子们送到姐姐那里去上课了 然后呢 现在呢 已经过来仓库附近了 因为昨天阿龙他店铺着一个订单比较多 箱子都用完了 幸好这个箱子 订的箱子呢 来得及时 然后快递人说没有那么快派送 我们就提前过来自提了 因为想着 我们呢 今天也要打包 订单也比较多 我赶紧忙完了 就去姐姐那里接孩子们下课了 姐姐呢 她是也比较忙 因为她暑假 寒假呢 这个课程排得很满 所以呢 我们在姐姐那边呢 孩子们在那里呢 我就要负责煮饭菜 负责他们吃的 要在他们下课之前就要忙好了 所以呢 就时间有点赶了 把箱子搬下来 现在已经到了仓库了 赶紧把订单先打出来一下 今天阿龙店铺也吃好多订单咯 今天也是牙膏卖得多 订单已经打了一部分了 还有一部分还没有打出来 现在我开始先打包 先包箱子先 我彪哥在这里打包轻松多了 两个人做事要快一些 今天的订单大部分都已经打好了 这一边是精油 还有小宏馆压膏 德国的 然后这边呢 是木乃伊啊 法老那些冰箱贴 大部分已经打好 然后这边还有几单订单没有打完 那边还有十几单订单 然后彪哥说他晚一点过来 把这个剩下的打包完 已经是十二点多了 所以打包不完了 剩下的就下午再彪哥过来帮忙打包吧 我呢就现在先去市场买菜 买了有酿苦瓜 还有茄子 辣椒 还有玉米 胡萝卜 排骨 都是小孩子爱吃的 现在已经到姐姐家了 你们也到了 你们也下课了 刚下课是吗 嗯 嗯 加点油在锅里面 待会把这个焯好水的这个排骨炒一下 然后再加点玉米 这个胡萝卜一起焖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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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一锅饭和菜都吃的光光的 都吃饱了 然后这个呢是打包姐姐下午吃的 因为她下午要上班 吃饱了佩琪和雨晨在这里做作业 雨晨数学做完了是吗 刚刚姐姐辅导雨晨做数学作业 现在准备接着要做语文快点吧 晚一点还要上书法课呢 刚刚下雨来哦 地下都湿的 雨晨已经睡醒了 现在过去接浩浩 浩浩又放学了吗 要知道了吗 又知道了吗 快点了哦 现在带孩子们下去小区玩的 他们说想玩做迷藏对不对 走 但是你们不能跑那么远啊 妈妈洗完澡了在吹头发 我们准备带半斤出去溜一溜啊 走一走啊 一回到家两个小屁孩就跟半斤玩 想不想 啊 呵呵呵 半斤哎呦这样子看这毛毛剪的也挺漂亮的哦 有种波浪型的是不是 等我哦 孩子们跑得可快了 拿着半斤了 刚刚回家雨晨还复习了一轮了 就今天讲的课内容呢就复习一遍 这样子加深印象 对孩子们呢 学习也有帮助哦 反正孩子们过来了 就好好地把孩子们的学习呢 就 监督好 走慢点走慢点 不要走有水的地方 哎呦这么开心啊 别老是追着半斤啊 看着来 我们去江边走吧 江边人少一点 带着半斤 好像孩子们过来惠州这么多天了 都没有带他们过来江边这里玩哦 今晚就过来江边这里 带半斤过来走走 主要这边人比较少 现在晚上 我们也算是比较晚出来 要是早一点的话 这里狗狗啊 就是跟主人出来 散步的比较多 所以呢 就比较少 说早一点带他出来逛 只有晚上了 走累了是吗 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啊 这里有一条木船 在江边这里放着 哦 半斤 拉风咯 跳上来咯 两个孩子一直跟着半斤闹 惠州还是很舒服的 节奏特别慢 在半斤进来打羽毛球这里是吧 有水是吗 哦好多水啊 还没干 今天下大雨来 进来篮球场这里 都关冬了哦 哦 哈哈哈 半斤自由奔跑了 半斤自由奔跑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